大家好,我是大牛,欢迎收看BigCart,大牛日记的YouTube频道 经过上一期,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了NFT项目的内容之后 我的Instagram就收到了很多朋友私信的这个支持 然后我的Discord,就是我们的BCclub的这个Discord 也多了很多的一些新朋友进来加入 所以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今天呢,我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潜质 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个项目这样子啦 然后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我的这个内容,纯属是我自己个人的分享 并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你们要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OK,正式开始,Let's go 我现在就能看到别人的时间 Ooo Pu Ooo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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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各位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项目呢 是一个非常大牌的品牌 它也算是一个时装品牌 然后这我正式开始分享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我这个影片的最后 会分享福利给大家 就是会送福利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 我们正式开始 ok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品牌呢 叫做Black Paris 然后它是一个法国 来自法国的一个福祉品牌 然后我们可以在他的Instagram这里 看得到他的Follower 总共有1.2个Million 也就是120万的这个追踪者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的这个主页 以黑色系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他更新的照片啊 的那个风格啊 不管是拍摄 还是里面的内容都好 都是以黑色为主题 你们有兴趣也可以来他的IG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Story也一直在更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Follower着的人呢 其中一个这个叫做Julian 就是他的这个品牌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这个品牌的设计师这样子 然后这个Julian你们可以看到 他有兰勾勾 代表说他是被认证的 然后他的这个主页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脸长什么样子 就代表说这个 那么大的品牌嘛 然后他的这个创办人呢 也有很多的报道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脸呢 基本上已经是在网络上面很容易去搜寻到 我们也能够知道就是这个品牌是属于他的 OK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这边有他的网站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他的网站 OK这个就是他的Black Paris的这个服饰品牌的这个网站这样子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也是一样以黑色为主题 然后上面就是有他的Instagram啊 然后他的一些link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男装女装 还有一些配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往下滑 他的这些衣服的一些设计大概是长怎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价钱呢 是属于比较中高阶级的客户对象这样子 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他这个品牌 算是以一个比较高级的方式去呈现他这个品牌 所以他这个价位呢 我觉得就是属于一些中高阶级的人士去购买的 然后我们在往下滑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些的一些周边 就是可能一些娃娃啊 然后一些水瓶啊 我们在往下滑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 他有limited的一些collab跟这个cassify 相信大家如果有follow我的instagram都好 就会知道我一直以来都有跟cassify在合作 我的手机壳我的iPad壳这一两年里面用的这些壳 就是这些保护壳都是cassify的 所以我对cassify这个公司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然后也觉得他们的产品是真的真的非常实用 跟就是好用啦 然后我的用户体验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从cassify的网站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 cassify这个品牌 它就是有跟很多一些大牌的一些品牌去进行合作 比如讲disneyland啊 然后陈冠希的品牌啊 cloth 然后还有一些好莱坞的电影都有跟他们进行合作这样子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cassify的这个品牌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脉跟资源 然后我们往下滑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的这个官方网站这里 就是有发布了讲他会推出自己的nftcollection这样子 然后他的旁边呢 这个就是他的一些他的门市 就是他的实体店的一些资料这样子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2021年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有蛮多的生意受到影响 然后外面的很多的店啊 很多的一些品牌啊 都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倒闭 然后这个Black Paris呢 它反而在2021年 开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实体店 新的门市 就是让他的一些支持者一些顾客 可以去到他们的实体店 去购买他们的这些商品 进行一些真实的体验这样子 包括在哪里开这些实体店 包括东京 迈阿密 台北 台中 香港 澳门 等等 就是开了这些新的实体店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的生意 运营模式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反而可能是有一个蛮好的业绩 他才有本事去开那么多的新的实体店 所以我相信他的这个 生意运营的模式是非常 就是有经验 然后也有实力 OK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得到他这个网站呢 就是他有这个Darkmoon02的这个资讯 OK其实这一次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推出属于他们自己的NFT 其实在2021年的6月左右 他们就是有推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one-on-one的NFT项目 也就是在这个 Decentraland的这个Marketplace上面就是有进行了他们第一次的这个NFT发布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Marketplace这个网站 他们这个Black的主页里面 有属于他们自己NFT的这个作品 我们可以从这个网站上面就是看到他们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然后这张one-on-one的图呢 他之前的售价是37千美金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多人会去欣赏他们这个画 OK现在就是我们真正进入到介绍他这个NFT项目了 我们先从他的这个Discord开始看齐 OK 当我们进到他这个Discord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人数有113千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Discord的风格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一如往常的这个习惯 他们就是以黑色为主题 然后再来呢 我们首先我们进到他的这个Discord哦 如果你是用中文的话 我们需要去到这个Black Nation这里 然后我们需要点击我们的这个语言 然后我就是这边就可以点击中文哦 然后我这边我也是有进去新加坡的这个频道里面 进去跟他们一起交流这样子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的Sneak Paint YES 大家最期待的Sneak Paint 就是他们的一些设计图啦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设计是怎样子的 OK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是觉得他们一定有用心在做 在设计这个图 为什么呢 你可以从他们的背景 从他们的这个服装 从他们的这个发型啊 或者是从他们的一些配件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们的这个设计是有用心在做的 你问我 第一眼看过去好不好看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好看 再来一个点是 因为他的这个创办人是 本身就是设计师 所以我相信他对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对他自己的项目也有一定的要求 毕竟这个东西是要拿出去抛头路面 给他身边的一些合作方 看到他的这个设计是长得怎样的 所以我本身是觉得 他对他自己的设计一定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是没有太担心 在设计这个方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可爱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宠物 也有他自己的这个背景 凸显出 他的每一张照片 每一张NFT的这个图 是独特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一些的snick pin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入进来看看 这样子OK OK OK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official link 这边 有他的所有的官方网站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twitter OK 我们按键来他的twitter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 他的这个twitter有166千的这个followers 然后他从2020年就已经加入twitter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下面他就是有跟一些的项目合作 OK 比如讲他们也有跟我们的上一个项目 就是Elysium 极乐世界这个项目进行合作这样子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都是有一个蛮友好的关系 然后我们再滑下去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也有跟这个pxn 也就是大家如果近期有关注NFT的这个市场的话 都知道pxn这个项目 算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项目 他们现在的这个discord要进也非常非常的困难 他们也有跟这个项目合作 代表说他们有关注pxn的人呢 也有关注到这个项目这样子 所以可以讲说他们的这个热度 基本上算是已经是有了的 OK 再来呢 我们就是进到他这个 BlackParis这个NFT项目的官方网站 他们这个项目总共会发9999只的这个NFT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他的这个路线图的这个详情 BlackGenesis NFT的每个所有者 就是持有者 都可以享有他们这个独家的商品 独家的福利 跟免费的空头等等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 Room Map 就是他这个蓝图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也就是premium的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就是会拿到属于我们自己的 Avotas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NFT照片 然后再来就是会跟一些web2的品牌合作 比如讲一些实体店啊 一些传统的生意的一些品牌 就是进行合作这样子 然后再来也有这个计划 就是在他们的其中一个Black的商店 就是实体商店 去推出第一个的Blackverse活动 也就是说他们会在他们的店 办一个线下活动这样子 往下看的Room Map呢 就是他们即将可以让这些持有者 这些holder 就是可以绑定他们的钱包 可以解锁他这个Black Alpha的这个会员资格 简单来讲 拥有他这个NFT 就是可以成为他的这个VIP的会员的概念 然后每一个Black Alpha的会员呢 就是可以在店里 可以享有这个限量版实体的这个产品 跟这些时尚合作的产品 或者是一些空头的产品等 都有折扣 听起来就是蛮不错 然后当上面的Room Map全部都实现完之后呢 他们来到2023年 他们这边是第一个日期是2023年 他们将会就是在Web去买一块D 然后推出属于Black的第一家数字商店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就是有写到 越黑越稀有 拥有超过250种高级时装的特征 会有可能服装啊 一些纹身 一些发型 还有更多的一些可能细节 是他们里面会去进行搭配这样子的 然后再往下滑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团队里面有谁 Black Paris这个NFT项目 他们就是有跟Hora Games去进行合作 所以如果你拥有他们这个NFT的话 你就是可以优先体验Hora Games的这个游戏这样子 那目前这个Black的Meme Price跟时间都还没有公开 讲是几时 但是已经开放他这个黑名单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名单这样子 就是已经开放给大家去参加他的活动 然后去引到他这个Blacklist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到他这个Discord 去到他这个How to be Blacklist的这个地方 看一下他的一些相关内容 然后进行去参加他这个活动之类这样子啦 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参加他里面的活动 或者是你也没有想要去展现你的才艺的话 可能你也没有才艺去展现的话 你可以怎样做诶 答案就是 参加我大牛跟这个Black的项目方 合作送给大家的Blacklist Giveaway啦 方法很简单 第一步你只需要点击下面的链接 加入到我们的Mesica的这个Discord群组 然后去寻找Black的这个频道 点击里面的链接去填写里面的参赛表格 第二步 加入到BlackParis的Discord群组 第三步 follow大牛跟BlackParis的Twitter帐号 并且retweet大牛跟BlackParis合作的那个post 在Twitter上面 再来就是在这个Twitter的post的下面留言 至少三位朋友 下一步 follow大牛跟BlackParis的IG帐号 最后最后 按赞这个影片并且留言在下面 为什么你喜欢BlackParis这个项目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啦 所以总结来讲 今天和我分享这个项目 纯粹是我个人的分享 并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 我并不是讲 我今天分享这个项目 你们就一定要去买 请大家拥有你们各自的独立思考 自己去做好自己的功课 尤其是新手小掰 我完全只是分享我觉得好的项目 然后你们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 必须要为你们自己的决定而负责 OK 所以总的来说 今天这个NFT项目 我觉得它本身真正的价值 在于它本来就有一个真正的生意在运营 所以我们不怕我们拿到的NFT 会只是一张JPAC 就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而是这个NFT 它是跟它本来的生意就有挂钩 所以就会让这一张NFT 产生了它本来应有的价值 然后再来 如果我们拥有这个NFT的话 我们就好像是这个项目的VIP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点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它有个很多大牌子合作 就是画风也非常的精致 所以我觉得大家你们真的是可以 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如果你没有买也好 也是增加你一个经验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凡事都听 听了之后要自己去filter 这样子filter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影片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分享NFT的内容啦 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法 你们可以留言在这个影片下面 让我知道 然后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BCC Club 去里面进行交流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拜拜